269 澳門日報 與省審計廳長會面探討人員培訓審計場了解月見運審計平台 2015年7月26日拓問B07本部消息 審計處信 為加強與廣東審計同行的聯繫 審計長何永安率令審計處代表團於本月22日前往廣州訪問 與廣東省審計廳長何麗娟會面 交勞政府審計工作的管理和技術 同時探討兩地人員培訓合作的發展方向 何永安一行在廣州參加由廣東省審計廳長何麗娟主持的工作座談會 了解內地審計工作的最新特點 尤其就審計工作理念 審計類型拓展 審計機構管理 審計隊伍建設 電腦輔助審計的開展等深入交流 剛上任的何麗娟在廣東省審計廳工作逾三十年 全面掌握審計機關的運作管理 他向何永安一行介紹了廣東省審計廳的近況 並詳細講解審計工作為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更好地服務的理念 以及政策跟蹤審計 領導幹部經濟責任審計 計算機審計 以及救建雲審計平台等重要工作的管理思路和發展歷程 他還介紹了國家審計處審計長樓加二主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審計理論研究 該書提出國家審計是國家治理大系統中一個內生的具有預防 揭示和抵禦功能的免疫系統 是國家治理的基石和重要保障 當中理論值得學習和遮鑑 期望日後月套審計機關在實踐到理論上階可坦誠交流 從而推動審計監督工作做得更好 何永安感謝廣東省審計聽過去幾年支持澳門審計處 尤其在個別項目的審計過程中 提高國內的經驗及資訊 過去幾年 澳門審計處多次派員參加廣東省審計廳主辦的專業培訓課程 在救建和開發審計檔案管理系統的工作上 澳門審計處亦曾派員觀摩省審計廳的運作流程 完善系統的具體細節 值著今次訪問和交流 希望兩地的審計部門在過去的合作基礎上再接再例 相信廣東的寶貴經驗十分值得澳門審計處遮鑑 促使日後更好地履行審計監督的職責 審計處一憑環拜訪了廣東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 與主任廖經山會面介紹澳門審計處的工作情形和發展方向 以及與廣東省在審計領域的合作情況